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剧场里边喊起来可热闹了 上来 你们下来 你们上来 你们下来 好多演员可爱跟观众玩这个 但是你看德云社演员聊天也是 我们爱跟观众说这个 但是东北演出的时候我们不喊这个 因为他们真上来 东北人热情 东北观众 你喊你上来 他真上来 干啥 你还怎么呢 谢谢各位吧 大伙这么喜欢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说书现在这行其实挺威 没有什么人愿意干这个 因为培养一个说书的 可能哪几十年才能培养出来 培养一个综艺明星可能简单一点 这就难就难在这 你也没有舞群 也没有乐队 也没有什么 就靠着自个儿一个人跟这说 但凡有一点有问题 就让人看出来了 观众都有手机 你说哪他一觉得不对 夸夸一搜 不对 没法弄 不像清末民初那会儿 那会儿怎么说怎么对 所以现在这行确实是不好干 他还不像做节目 我现在做节目也不太像原来似的 当年二三十岁的时候做节目还行 现在做节目不爱干 岁数可能也大了 聊天的也不爱聊了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看之前做过访谈节目 做了好几年 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出来 有的时候都是演员过来 宣传戏来或者怎么样 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说的我也听不懂 我说的他也不明白 你说怎么办这玩儿 但是存在就他的道理 没办法也都不容易 我现在特别了解每一个人 谁都不容易 挺好 当然我做节目 我就唯一有一个避讳 就是比如嘉宾 老演员 比如说老太太们 我就是稍微的谨慎一点 知名的女演员 比如五六十岁往上的 我有时候就特别谨慎 因为好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有问题 咱不是说骑士谁 每个人活法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维 所以他有时候未必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说这个 我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请老太太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小心 都问好了 还有一回也是老太太 也别说老太太吧 没有六十来岁 后台聊天后场 也没有画 我得找一个画茬 不要太尴尬了 我说您 我看网上您画画画得也不错 他蹭就站起来了 我是个天才 经纪人他们在这边 我就回头 我问他了吗 他不就是客气客气吗 你这怎么弄呢 所以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这种老艺术家 我说你们请的时候一定得问清楚了 要不别弄得回来不愉快 我说仗着我还能应付 但是也挺好 没有说人家不对的意思 一个人一个活法呗 比如说今天您各位坐着听书 这不也是个活法吗 考你们一个问题吧 好 三国的游戏叫什么来着 三国游戏 下回还得请你们 哎 我不请你们 优酷也得请你们 好啊 说完了三国志战略版 咱们得说书了啊 上回书咱们说到哪了呀 好 那得了 你们赢了啊 你们得说我是个天才 你们忘了我不能忘啊 这个捉曹放曹 曹蒙德杀了吕伯舍一家八口 出的庄来 又把吕伯舍给杀了 并且说了一句他的千古名言 应叫我父天下人不叫天下人父我 就是父就是对不起吗 我对不起你们没事 你们不能对不起我 这个话说完之后 成功浑身发凉 心说这个人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这没有办法 这就是咱们刚才那句话 一个人一个活法 他觉得这就对 这就是他的做人的标准 另外这个也能可以说是算是曹操的 给自己立的一个flag 嘿你看我还会点方言 立了一个标杆 那是这么说啊 那我又猜对了 立了一个flag 他这一辈子也确实是按这来的 三国里边好多位都是有自己这个口头缘flag 你看刘备说吗 汉贼不两立 他也做到了 诸国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做到了 包括孙坚 孙坚打洛阳得得玉玺 找着药他不给 他说我拿这我藏起来以后不得好死 你看人做到了 这都是好样的 说到做到都是好样的 两个人往前走吧 事到如今再聊别的都没有意义了 俩人心不在一块 各走各的吧 心分别在外边 脚底下道还是一样 就这一路之上默默无语 谁也不搭理谁 啊 反正心里边各有新事 曹操也琢磨够呛 两人未必能走到一块去 往前又走了这么一天多 累了就不行了 终于找着一个合适的地方 两个人要住店 这地比较偏 太繁华的所在城里边不能住 官兵知道怎么办 哎 就得找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一瞧这儿挺好 住吧 来自这儿翻山下了马了 伙计过来接过马 该喂的喂啊 该弄的弄 给俩人让到后边 俩人住一间 这屋里边点上一个小油灯 吃点什么样喂啊 随便看着来点吧 饭菜啊 弄点酒 沏点茶 一会儿工夫都拿进来了 放在这儿 吃吧 一边吃的呢 也随便聊几句闲话 不说话就太尴尬了 说点那个挨着不挨着的话呗 这会儿就不能透心窝子了 曹操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合适 但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必须点 你不爱看那是你的事 啊 该吃吃 该喝喝 成功呢 反正你说什么我也就聊着 啊是 啊好 吃吧 喝吧 吃着喝着 吃完之后撤去了残袭 把茶又漆好了 一人喝了两碗 天不糟了 说今天咱们得好好睡一觉 这些日子太累了 好 他这屋里当家是这桌子 一边呢一把椅子 两边分别是两张床 啊 您那团我这团好嘞 洗些涮涮呗 归着归着把外衣宽去 曹孟德躺去 没多的功夫 这呼噜就起来了 太发了 啊 好家伙 睡得这香啊 陈公坐在这边 就坐在床边这 呆呆的发愣 就跟过电影似的 就想这一段时间 我把这官扔了 我不光是扔的官 我还扔了一个万户猴 我还扔了黄金千两 我认为这些个都抛弃之后 止 但现在看不止 是 跟着他以后 也许顾谋大师 会有荣华富贵 但是眼前他的所作所为 是我不能接受的 上至天子 下至庶民 讲究的是修身为本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从我这看 太不道德了 不管是皇上 还老百姓 推车卖报纸 说相上的 咱们最起码得修身 对吧 就是人的品性 你干的这个事 这说不过去 你怎么解释 你也是不对的 啊 自个儿坐着坐着 就来回的叨动这点事 这就是念书人的 翻过来调过去 想天下的事 想自己家中的事 想这些日子发生的 包括刚才 哎呀 孟德杀人 出庄来杀吕博奢 这一切一切都在眼前 心里边真不是资本 也不知道是后悔是难过还是什么 就各种情绪 你赢得一块 坐在这儿 难受死 也睡不着觉 你再看对棍 这曹大爷呼哈呼哈 连杀了酒口啊 还睡觉 睡来挺踏实 陈公坐着看着 哎 点了点头 心说孟德呀孟德 以你的为人和品性 他年如若得智 你可是国家的祸害 曾经有人说曹操吗 智势能臣乱世的贼子 智势能臣 就是说国家建设的时候 这些官可能庸庸碌碌 你把这点事交给曹操 他准办的特别好 智势能臣 但是乱世的贼子也是他 还有说法叫乱世的贼臣 说的对吗 对呀 说的不对 最后为什么天下是人家的呢 坐着看着他 现如今天下大乱 董卓专权 欺文害武 祸乱朝纲 我实指望抛弃了官职日跟你出来 能够匡扶憨事 现如今你让我心里边凉了 以你的品性 以后还不定得干出多少个不仁义道德的事情来 既如此便如此 我何不为国家献结果了你 陈公台动了杀心了 自己有宝剑 就在这放着 嗯 抓到手里边轻轻的 就把这剑撑出来了 攥着宝剑 对面就是曹操 曹操还脸儿送礼 打着呼噜 唉 站起来 心说结果你就在瞬间 很简单 那还不容易 那又喝酒了 要睡这么踏实 往前来谱一下 对吧 天下哪有三国 是吧 挺多两国 是吧 二国演绎 所以这本书能不能往后续 全看陈公了 啊 陈公台 钻着这口箭 站起来 嗯 绕过这个桌子 对面就是曹操 心里念叨着 蒙德呀 蒙德 许你不仁 就许我不义 我今天与你 我有深仇大恨 我是为国家 要结果了你 啊 有什么事 因曹地府 咱们见面 再论短长 哎 今天就是今天了 宝剑攥在手里边 要准备杀曹操 就在这会儿功夫 曹操说梦话 嗯 我也不知道你哪位爱说梦话 有人睡觉说梦话吗 有 好努力啊 你们会说梦话的 曹操说了句梦话 啊 说是 南保的君王 难救的爹娘 这两句话 是他发自肺腑的话 做梦也好 说梦话 其实呢 就是人活的时候 人平时 哎 清醒脑子的时候 啊 上班的时候 白天不能干什么时候 这几句话 这点事儿在脑子里来回转悠 那晚上睡着了呢 这些个机能没有休息 他会把这些个再调整出来 啊 这是他 心里话 南保的君王 之前想的是好好做一个官 一层一层的往上熬 熬到最后我要如何如何 哎 做一个大官 他说现在这样 这些汉县帝软弱啊 这个朝廷情同虚设 所以说我想中军保国做不到 难保的君王 难救的爹娘我惹祸了 现如今我这个祸惹的可是不小 连累了我父母 连累了我的家人 我想救他们 我上哪儿救去 我自个还没有着落 所以第二句是难救的爹娘 梦里边说不能说得很清楚 含含糊糊糊的这个声音不大 但是这两句话把陈公打动 啊 当时就愣了 慢慢的退回来把宝剑搁到桌子上 坐在这儿捏呆呆的发愣 哎 难保的君王 难救的爹娘 慢说是他 我陈公台又何尝不是 我也想保军 但现在军没法保 又何况我跟他跑出来是国家的罪犯 想保也没有机会了 我出来连累我的爹娘和家人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何处 可不我也是难救的爹娘吧 这两句话说的跟我心里一样 这也就是陈公啊 这俩人换一个 陈公睡觉 说梦话 你唱永叹调 他也不会搭理你的 对吧 这个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 哎 叹了口气 把宝剑装在匣里边 把自己手使的东西 规制的规制 而边厢就听到桥楼之上 打罢了四经二点 陈公台打窗户 看看外边的月亮 叹了口气 心里边暗暗的念叨 古打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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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月明 不该随他走西东 杀了吕家人数口 放置草草 是奸凶 这四句是他心里话 你不用上三国上饭去 没有 三国演艺也没用 这是我编的 我是站在陈公的角落 站在他那个位置上想 这会儿后悔也没用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走吧 最后就是许你不仁 不许我不义 放过你一条的命 希望你好自为之 但愿你为国为民 能干点好事 收拾东西 带着宝剑 又打这屋出来往外走 伙计迎上来了 客爷 散碎的文银 这是垫钱 我有点急事 我得赶路要紧 同来的客人醒了之后 你跟他说一声 我回老家了 好好好 那您慢着吧 陈公这儿出来 班安任登飞身上马 扬长而去 他是走了 天光大亮 曹子醒了 这觉睡的可真不赖 解法 又喝点酒吗 终于躺在床上睡觉了 高兴 挺舒服 回过头来 拿眼一扫 看这边床 没人 而且床上东西没动 蹭愣就坐下来了 怎么呢 你要说被我都抖开了 说明这人可能上厕所了 或者早起了 没动 说明他没在这睡 曹操是什么人 蹭就起来了 啊 左看右看 推门就出去了 伙计就迎上来 可爷爷爷起了 啊 与我同来的那位客人呢 四经天就走了 他说是这个 家里有急事 哦 好好好 打水洗脸 怎么呢 此处不可久留 要别人就得想 他怎么走了不乐意了吧 曹操想的是 他是去汇报去了吗 他是去报官去了吗 你看 每个人想法就不一样 所以曹操想的是 我得赶紧走 好歹擦了一把脸 打这出来上马 赶紧跑 回哪呢 回陈刘峻 他家在陈刘峻 就这一路上躲着躲呗 躲官兵 躲关口 一路无疏 这一天终于回到家了 回到陈刘 到家了 敢天黑啊 才到家里来 怕人看见 马拴好了 啪啪啪一砸门 门打开了 一瞧里边这位不是别人 他父亲曹松 这儿进雷 把门一关 爷俩一对面 看他爸这脸上啊 铁青色的 啊 逆子 他爸爸是从外不也刚跑回来啊 爷俩前后脚 啊 逆子 吵 曹子没说话 因为这个得先让父母老家先骂够了 您各位也是如此 一半惹了货回家之后啊 你不能一进门先喊 得等你爸你妈喊够了 啊 那会儿你父母一定是喊你的全名啊 啊 什么叫乳名啊 昵称啊 这些 没有了 哎 你叫王富贵 你我告诉你啊 一定有这么一个过程 你得让他们都说完了啊 这最后才能轮到你说 你再去解释是怎样怎样 所以曹操懂得这个啊 一进门也不说话 把头一低 那意思 开始你的表演吧 他爸爸可得意了 逆子啊 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 好好的公务员里不干 啊 当然那年他没这词啊 你竟然要刺杀董太师 你如何如何当当当说 说到最后他爸爸累了 哎呀来 你来两句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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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到这会儿呢 其实老头气就消了 啊 曹操扶着他爸爸 您坐着坐着 也咋对面而坐 曹操开始表演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朝里边怎样 董太师又如何 百姓们又怎样 我是怎么回事 把事情从头到尾 全讲了一遍 您看 你看 这个老头他跟其他的人就不一样 曹操这个父亲 曹松啊 他是做官的人 他的理解 他的角度 他跟村子里那些大爷们是不一样 听儿子一分析天下大事 说的有道理 那么到最后又问 这事我听明白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爹呀 我是准备着变卖家财 招兵买马 聚草屯粮 匡扶设计 诛灭懂贼 嗯 这要是别人家 有时候曹操他爸爸是说笑的 他回家说这个 他爸爸就得轮圆了给一大扇贴子 捆好了送到村里边去 但这个老头不一样 想了又想 好 我儿有此雄心壮志 好便是好 但有一案 这个事情 资财少了 是做不到的 投资的人在哪呢 你要造反呢 你一个人造不了反 加上我咱爷俩也不行啊 对吧 咱家还趁仨学员班呢 那也不行啊 对吧 这是哪拿钱买啊 啊 这怎么办 最重要就是现在这件事情 谁给咱们投资 爷俩先算自个加了钱 把咱家的钱都变卖了之后 我说为什么招兵买马得用钱 人那会招来兵 人不能白招啊 跟上班一样 得给人钱 另外你说盔甲 兵器 战马 粮草 这都是钱呢 为什么说当年说这 像这种造反的这个生意不好做就在这呢 投资巨大 而且很难成功 别人俩算这个账 说一定要有人给咱投这个钱才行 商量来商量去 曹思东说咱们这有一个人能干这个事 这人姓魏 魏生的魏 姓魏叫魏洪 是此地的大富豪啊 特别有钱 而且呢 曾经跟曹操一样举笑脸 笑脸公嘛 就是一种功名嘛 他举笑脸 平时咱们也多有来往 要是跟他聊一聊 我觉得这个事情靠谱 好 您安排一下吧 啊行 过了这么几天 把这魏洪 请过来了 到家里来赴宴 啊 这一见面 现在介绍吧 这是 魏老原外啊 你称呼伯父 曹子赶紧给人家行礼 啊 坐吧 按说这种吃饭的场合 应该是曹松跟魏洪在一块 曹操不能在这 按规矩说父子不同席 您记住了 父子不同席 啊 但今天这意思不对啊 是爷儿俩找投资啊 管老头爷儿说不明白啊 啊 坐坐坐 哎 上菜吧 山中走售云中宴 陆地中央海底线 猴头宴 我杀鱼翅 熊掌干贝陆伟健 有人说真有这个 我哪有去 好些个菜那会儿东西发明 说输了套子活呗 反正就得吃好了呗 一人来包辣条坐这儿啊 啊 连吃再喝 不能老吃老聊啊 得说正事啊 哎呀 坐这儿了啊 偷眼观瞧 魏洪这状态很好 多少喝了点酒 为什么找投资都在酒桌上呢 你要是他刚起脑子不是清醒 你跟他说他不容易投这个钱 就是吃饭啊 坐在一块儿 再来四个大姐姐捣饰华士招展的 坐这儿跟他一聊天啊 一高兴的 什么都敢答应你 坐这儿聊天 草子哄人家啊 求人办事吗 哎呀魏大爷来呀 两只小蜜蜂啊 飞得花松中 别说正事啊 说今天请您来 我有一件大事要跟您商量 魏洪挺高兴 哈哈哈哈 先知啊 酒闻先知文韬五略 今天杯酒相邀 必有大师所为 啊就知道我来是有事 不是单纯为了喝酒 你跟我说吧 曹梦德仰天长笑 说出一番大道理 好 好 大伙子知道是假的吗 知道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 微博综艺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 描冬百科 乌龄 乌龄 乌龄